张光北那时候在学校吧 特别红吧 他长得又帅 他在他们班又是头 能干 然后呢 他还是能带着全班去挣点钱的 我都知道 他们班里困难的学生 他还帮忙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但是第一笔钱啊 是张老师带我们挣了 我们那种学生啊 特别穷 张老师那时候配音 我现在还记着呢 叫风吹唢呐声 张老师带我们去配音 配群杂 小角色 后来我们回来 一人挣了15块钱呢 15块钱 那时候我们一个时候 才30块钱 张老师带着我们 给我们同学改善点生活 15块钱就不少 那边是吧 对啊 他特别能干 所以那个好 那所以我说 为什么我说 没欺负他 他没欺负他 确实喜欢他女生挺多的 这么说吧 你没嫁错人 他真是 他一个他是一个 很优秀的 当时考学校就很帅 他说辅导那个事 当时他到我们家去 我觉得这个有条件 一般的条件不好的 我辅导也没有 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 特帅 而且那时候我们就知道 他拉手弓琴唱 都挺全面的 而且他后来 你看他们班的同学 他一直都特别照顾 他当制片当什么的 对 思想特别超前 是不是 那时候思想就很超前 特别好 你说的那时候 他在学校里边 带着同学们 他现在还是带着一帮人 叫什么都可以 到后来 还是这样 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事 真实的事 咱们去拍 世纪诗人 对 世纪诗人的文艺朵传奇 文艺朵 文艺朵 到武汉 我们就想在这片子里边 朗诵者 有几个比较有名气的演员 无意中有一个别的事 打电话 他跟他的同班同学张珊 我们俩去呀 没有 开始我就说 光北你去吧 他说 没问题 我去 我去 您说哪天 我说那你拍戏呢 他说 没关系 我制片呢 我自己可以把我时间让出来 然后我们说 我们这儿啊 可就是都二等座 没有那个 飞机票什么的 他说 这你都不用管 对 我知道你们这剧组没什么钱 飞机票我自己 对 住房我自己花 劳费我一分不要 一分不要 然后给他定了时间 正好是赵剑老师的生日 都是他组织 他们班 他们让我去 我也去了 正好在门口就碰见张珊 张珊说 你跟谁亲呢 你跟张光北亲 还跟我 我是你那组的 对不对 我台词也不比张光北差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叫我去拍 我说不是没那么 哎呀 就 就也没什么劳费 那没事 我的 什么机票 什么光北都包了 我跟他去 我当时非常感动 他也去了 因为剧组里的钱经费 我管 确实像他这么大腕的 就请不动 我们请也请不动 没劳务 机票 我们也不能给他买 头等舱 种种的困难 我们张不开口 那次他跟张珊去了 一分钱 没要 而且跟我说 曲老师张老师 您都不用操心 机票 我们自己负责 住房 我们自己弄 这是什么精神 白秋恩精神 这是应该的 这是因为 一个是 曲老师和张老师 干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 对 我们这个传承特别重要 当然 你说像张君老师和 全王老师 就是得意双心 对 您说太对了 为我们中国的文艺 做出了巨大的共性 对 就先说培养出 多少学生 所以刚才张寒宇他们 凯丽那 我在谍也听了 开个两会的时候 凯丽还跟我说 说一提曲曲老师 那是恩人 对 多忙 我和陈伟都说 我们都得想办法 对 参加曲老师和张老师 今天这个节目 不是我们真的尊敬的老师 我们俩都是你的学生 真的